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我们这个事件中的一些 基础概念 包括看到了我们事件模型中的 前两种像我们的内联模型 包括我们的脚本模型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上节课来说 说到了我们上节课 想解决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DOM二级模型呀 对吧DOM二级模型中 是不是提供了我们两个方法 一个是来绑定我们的事件的 一个呢是来移除我们的事件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节课也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这个事件流 我们的冒泡和补货 那当我们想指定我们的事件流 发生过程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通过我们 DOM二级事件中的这个绑定方法 才能手动来指定 还拿上节课的为例 一个DIV一个input 当我们单击 先给这个input包括DIV 都添加事件 以及我们这个body 这些都添加事件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找到我们的BTN1 BTN1 再找到我们的这个box box1 给他们分别添加事件 BTN1 点上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I的invent listener 他来添加 添加什么事件呢 首先第一个事件 click事件 对吧 在这呢 我们不用加 直接写这个事件的名称 但是在像我们的老的浏览器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Ie浏览器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来加上这个 之后呢 我们再来编写 编写 兼容性更强的这个代码 那先来看一下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时间处理程序 当然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匿名函数的形式 匿名函数的形式 那第三个参数 你可以给他一个true 或者false 那false的话 默认也是我们的冒号阶段 那如果你给他一个true的话 代表我们的补获 在这呢 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写了 来看一下 在这 如果这个第三个参数 false 代表的是我们的冒号 那只要是true的话 就代表是我们的补获 所以说可以通过它 来手动指定 我们事件流的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事件名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函数 第三个是我们的冒号 或补获 那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 实现像我们 缴母模型一样的功能 而且呢 还可以一次给一个元素 添加多个 多个实践处理程序 好 先来试验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 alert一下 button click的 好 接着呢 再来 给false呢 代表的是我们的冒号 box1.i的invent listener 也是click function 也是让它是冒号 alert一下 div click 第三个呢 我们再给 我们的这个body document .body 第二 add invent listener 也是停加一个单击事件 false alert一下 alert一下 collect 再给我们的这个html document document element 第二个i的invent listener 给html也停加一个 alert html Click 最后呢给我们的Document 也添加一个 第二个I的EventListener 单击实践 Alert一下 Document Click 那现在你看一下 实现的效果和刚才一样 小心 单击它 首先按钮被单击了 冒泡接着是我们的DMV 再冒泡是我们的Body 再往下呢是HTML 接着是我们的Document 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如果说你把第三个参数 变成Tree的话 是不是代表的是我们的 捕获阶段呀 对吧 捕获呢应该是从 万往里 这一点需要知道 你看 这时候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应该先是Document 再往下HTML Body 包括DIV 以及我们这个按钮 如果你单击DIV也是Document HTML Body 包括DIV 那你单击Body 也可以 一直到Body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看 我想取消冒泡或者股货 我们假如说取消这个按钮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谁呀 对吧 我们是不是之前写过 假如我们查一个E VIAE 等于E 或者是 Window.invent 判断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兼容性的呀 对吧 把这个拿过来就行了 对 这是我们写过的 你发现每次都要写这些重复的 那一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怎么办 对 封装起来就可以了 好 来试验一下 在这儿 一点儿 没问题 stop propagation 没有起作用啊 我们想取消这个冒泡 先试验一下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取消啊 应该没问题 只有button 对 只有button 再看这个DIV 它现在还是冒泡的一个过程 冒泡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之前写的 之前写的 好 有了它之后呢 其实我们再看 它也可以解决下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给一个元素账 连加多个时间 按invent listener 按照你写的一个顺序 来执行 假如说在这儿 我们有这样一个 按钮 input button test1 id 等一个btn1 script 写上一下 写上一个 VR一个btn1 等于DG一下 btn1 接着btn1 掉一个 add invent listener 给它加一个click 时间 function 你可以直接这么写 也可以使用什么呀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 这是匿名函数的写法 也可以使用我们 把它付给一个函数 在这儿呢 写这个函数名称的形式 也可以 我们来先看一下 alert一下 接着再往下 再给它添加一个 add invent listener ashclick 通过它来处理 写成一个handler 来处理 那第三个材数 false 那此时呢 你可以定义一个 VR一个handler 等一个function alert一个bit 效果也是一样的 也可以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 写上一个btn1.i event listener click 直接来写了 alert一个c 好 当我们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按照你添加的一个顺序 来显示 先弹a 再弹b 再弹c 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样的一个顺序 也可以 这是通过它 来添加多个事件处理程序 会按照我们的顺序来出发 那接着呢 可以来添加 或者说绑定我们的事件处理程序 也可以来取消 那想取消的话 需要通过和它对应的一个 函数 代表叫做这个removeinvent listener 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移除 而且呢 传入参数呢 要和我们这个添加时 或者说绑定时的参数一致才可以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再来取消一下 再来写一个 再来测试一个input Btn2吧 找到它 为爱一个btn2 btn2 点一个 点一个 点一个i的invent listener click 假如说我们来一个handler1 handler1 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写一个false 定一个vr1 定一个vr1 等一个function 我们可以谈一下 然后谈一个数字 谈到3的时候就取消了 和我们之前一样 cont等一个0 alert一下 cont 加加 if cont 等一等于3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取消 移除这个事件 可以通过btn 我们谈出一个alert 事件 被取消了 接着我们通过btn2 第二个remove remove invent listener 注意需要传的参数是一样的 移除它的click事件 通过handler1 接着呢 再传一个false 就可以了 试验一下 杀新 0 1 2 接着你看 事件被取消了 再点它 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对吧 已经没有了 这一点你看到 但是呢 你看到在这儿 我们是不是直接写的 这个事件处理函数啊 对吧 如果此时你要通过 匿名函数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以的 你不能通过匿名函数 来取消 即使你说我写的一样 你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再来一个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test3 id等于一个btn3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还是 为了一个btn3等于一个bg btn3 接着document 不是btn3 不是 btn3 点一个 add invent listner click 接着呢 我们来写上一下 写上这个 匿名函数的形式 即使你说我这个函数 匿名函数一模一样 也不可以 假如说我们alert一下 123 alert123 接着我们再取消它 remove event listener click 少计了一个btn3 第二个remove 对吧 还是function 也是false nealert123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小心 123 你看这个事件取消了吗 对没有 这一点需要注意 通过匿名函数 无法移除 无法移除 这是我们看到的 add event listener 和remove event listener 这是我们这个 w3c的一个形式 但是呢 在我们的i8中 在我们的i1中呢 你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给大家写了attach和detach i1的实践处理程序呢 i1中也实现了我们 dump中类似的这两个方法 一个呢是我们的attach event 一个呢是我们的detach event 它们两个一样 那这两个方法呢 是接收两个参数的 接收两个参数 那事件处理程序名称 和事件处理程序函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事件名字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事件处理函数 那在我们的i1 8和i1 8之间的版本中 只支持事件的冒泡 所以说呢 我们通过attach event 添加的事件处理 都会被添加到冒泡阶段 我们普通浏览键呢 也都是默认的 也是冒泡的一个处理 我们也可以来试验一下 我喜欢之后 大家自己拿这个 你的电脑来试验就可以 我们来一个i1的 比较简单 i1的attach invent 第六个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啊 假如说我们来一个input button test id等一个btn 1 好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通过 vi1的btn1 等一个 找到它 通过btn1 第二个 首先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叫做attach invent 事件的名字 我们需要加上什么呢 加上up 最后我们在html属性中写的 像onclick onclick 这样的效果 onclick 再往下呢 写上事件的处理函数 当然你可以通过 逆面函数的显示来写 只有两个参数 alert一下 in 或者alert一个 hello king hello mass 都可以 再添加上 再添加一个 onclick 你也可以写上这个事件处理名字 function 对下一个handler function alert hello king 它们两个效果一样 那接着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在这我们还没有这个IE浏览器 我们需要拿IE浏览器来做 拿IE浏览器来做 attachinvent about is not a function 对吧 那接着你使用IE浏览器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需要注意 在我们IE8之前呢 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先出现的是 pin 再出现的是 我们的mass 再出现我们的mass 那之后呢 它这个是一个相反的顺序 在之后的版本呢 就是按照你书写的一个顺序来显示了 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来测试一下 在 IE8之前 出现的是相反顺序 先出现的是 hello king 再出现mass 那IE8之后呢 就是正常的顺序了 这是添加 那移除呢 可以通过invent attach 叫detachinvent detachinvent 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来试验一下 自己来试验一下就可以 好那接着呢 你看像我们的IE 一个版本 那刚才我们写的 这个其他浏览器 一个版本 那现在呢 我们想编写一个 兼容性的 是不是就不用考虑这么多情况了 对吧 我们可以编写完之后 把它封装起来 以后呢 直接来用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来编写一个 跨浏览器的这样一个处理事件 对吧 那其实呢 考虑的就是 一个是通过add invent listener 一个是通过我们的 attachinvent 这样的效果 而且我们需要考虑的也是 冒泡阶段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 再来新建一个文件 把一个js文件吧 我们把它封装起来 假如说我们叫invent youtube 叫js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来封装 可以来实现这样一个 跨浏览器的一个方式 来处理我们的事件 为了一个invent 以后呢 我们直接拿它来用就可以了 之后 我们也会用到封装好的这个内容 那无非呢 就判断两种情况 对吧 我们可以来定一个add handler 通过它呢 是来检测 是使用我们的道母 零级还是我们道母二级 或者是安逸方法 来添加我们的实践 添加我们的实践 一个是添加 一个是移除 只不过是多检测一下 那接着呢 这个函数我们可以接收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元素 第二个我们的类型 第三个时间处理函数 那判断一下 if element 点上一个add 如果它有的话 我们就使用它 invent listener pnr add invent listener 如果有它的话 直接通过这个元素 点上一个add invent listener 接着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事件的 类型 第二个呢 是我们事件的处理函数 我们只要考虑冒泡阶段呢 就可以了 那接着 else if再判断一下 如果是IE的 element 第二个attach event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元素 用IE的方式 来防止我们的事件 就可以了 type 只有两个算数 但记住在IE这一块 我们type直接能写click吗 对吧 应该写onclick 需要拼上一个on 你的时间类型 需要拼上一个on 那else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element 直接 使用on 加上这个type 等于我们的这个 时间处理器 使用我们这种脚本 是DOM零级的形式 我们的脚本模型 直接把它附给我们这个 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这是来添加 或者说绑定时间 检测绑定时间 那还可以移除时间 那移除时间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谁啊 通过remove或detach 或者把它附给num 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来定一个 通过removeHandler 来实现 removeHandler 也是需要检测 效果差不多 效果差不多 还是一样 element 点removeHandler del1 removeInvent Listener 那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通过 element 点removeHandler reMoveInvent Listener 通过它 来实现就可以了 还是一样的 三个参数 element type Handler 第一个呢 说我们的这个类型 时间处理函数 Handler 第三个 false else if element del2 detach event event 这时候呢 直接通过element 第二个 detach event 记住 记住还是 out 拼上这个type handler 版本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实践上 通过 out 来加上前缀 就可以了 加上前缀 那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 把它保存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新建一个 html test d7个 input test id btn 1 好 接着来测试一下 还是 var 一个btn 1 等于 dg 找到它 接着呢 btn 1 首先需要把它包含过来 script 叫 ut event youtube gis 包含过来之后 我们直接通过它来保持 直接 add event 我们叫 我们看我们叫的什么 add handler hand d le add handler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绑定一个什么呢 绑定一个 给哪个元素绑定 btn 1 对吧 不是通过它 是通过 invent utu里边的这个add handler 给这个元素 绑定 绑定什么事件呢 绑定一个click事件 那事件处理函数 我们叫做handler test 都可以 定一个var 定一个function test alert hello key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试验一下是否可以来 进行一个 绑定 绑定 好 出现了 hello king 没问题 那绑定可以了 我们再来移除 再来一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的 把这个btn的事件 给它移除就可以 test test 1 ID 等一个btn 2 接着还是找到btn2 btn2 那现在呢 我们想绑定 是不是直接通过invent butt youtube 点一个remove handler 移除谁呢 是不是要移除我们的 这个 btn1 移除这个btn 给这个按钮 给这个按钮 btn2 添加 对吧 那把btn1的这个 绑定事件 给它取消了 接着我们来一个test1 或者直接写都可以 function test1 好 在这儿呢 我们直接来移除 我们的这个btn e invent youtube 第二个remove handler 把谁移除了 把btn1 把它的click时间 移除掉 handler 我们叫test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好 没有写对啊 test tste invent youtube remove h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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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都敲的是ld呢 好 现在可以 接着点完它之后 应该把它移除了 没有移除 看一下哪包错了 没问题 我们把它移掉 invent invent youtube remove handler 对吧 btn1 这个按钮 click 没问题啊 对吧 test 点准 点准这个 btn2 好 接着我们来稍微调试一下 处理函数是我们这个test1 test1 试验一下 没有移除掉 也没有报错 我们看一下哪的问题啊 alert一下 alert一下 invent event youtube remove handler 这里边我们是不是也叫的是remove handler function invent element type handler 对吧 remove invent listener type handler false 没问题 handler 好 这都是对的 应该进这里 我们alert一下 123 alert一个1 也可以 好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没问题一点他 哎现在一点他没有成功 哦 我们是用的是这个啊 处理器啊 VR一个test等一个function alert一个 hello king 这写错了 VR一个test1等一个function 对吧 接着在这里边呢我们来是invent youtube 第二阵一个remove handler 是移出我们btm1的click时间 test 要不移出不了 我们把它做掉一下 来我们继续啊看哪错了 这btn2我们是不是应该这写的什么呀 remove 直接移除了吗 这个应该给这个 第二个按钮 一点他的手 给他应该绑定时间呀 对吧 这写错了 对吧 来看一下 刚才一直没看啊 好 重新刷新 先可以点hello king hello king 接着点一下他之后 这个按钮的点击时间就被移除了 这样没问题 刚才这么一个小的错误啊 因为都是直接敲 把这块没发现 没发现 好没问题 这是我们如何来编写这样一个inventyoutube 一个绑定时间 包括一个移除时间 那之后呢我们也会用到这种形式 下来之后呢要把这一块自己来写一下 那以后呢我们会基于这个再往上来添加 啊再往上来添加 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